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乔委会吗 我离开乔务工作大概10年 因为我在2003年退休 离开乔务工作大概10年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因素 什么样的机缘 让你能够在这一次的内阁改组里面 重返乔委会来担任乔务委员长这样的一个职务 根据我们的了解 根据我们的内线消息 高层原来属役的 是现在坐在主席台上面的詹凯成委员 他也在我们本委委员会里面 被朝野立委公认是最佳的 乔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内阁改组 突然吴英毅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下台 吴英毅面对记者询问还说不可能 我做得这么好我不可能下台 突然之间变成您来接任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家 到底你有什么样的特殊专长 是你这次出现的原因 我真的不知道 我抢了那个詹委员的工作 你真的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想江院长考虑我来担任这个位置 主要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大学念的 你的位置是江院长指派的吗 还是任命令有其人 我不知道 因为当天江院长是通知我说 下午2点10分到他办公室 我以为他要跟我谈我政务委员的一些专案 所以我抱着一堆公司进去要跟他报告 他第一句要去跟我讲说 你去接那个乔务委员会委员长 你有没有问题 委员长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啊 我觉得这个内阁非常诡异也非常好玩 上一次的内阁改组你也被换掉 但是呢你还是继续有工作 在这个内阁里面 不管内阁怎么改组 你永远都是有工作 而且你的工作都是属于部长级的 那刚刚呢有委员问到你说 你的新的委员 新的这个副委员长 是陈玉梅 是 小姐 他陈议员 你说这个是你自己挑的 是 那你挑陈玉梅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您过去跟他的父亲有深交 您跟陈委员过去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 有共识过 所以你就挑了这样一个人 来当你的副委员长 其实我当时有推荐好几位人选 那么我也跟院长报告说 推荐这些人选我的考虑点 那么我们当时考虑陈副委员长的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他是女性的阁源 因为我们这个内阁里面女性阁源不够 第二个 他的服务沟通能力非常强 那这个是我所敬佩的 第三个 他是日语的专才 我对日文我自己没办法 我说对日语这边的话 我简单告诉你啦 其实你们在挑人 就只有一个原则 要不就是镜子里面找人 要不就是后面有背景 有background 你的一路平凡 平步青云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青姐姐 美青姐姐就是你背后最大的靠山 那陈玉梅我跟她其实也熟 虽然我们分属不同政党 我跟她也熟 但是呢 你一开始早上讲的就是因为你跟她父亲交好 您跟她也过去认识 所以你挑了她 我觉得这个对陈玉梅是一个很大的侮辱 但是从这些观点看得出来 你们现在所有内阁在做的一个工作 就像黄振胜前的台商会总会长也是国策顾问讲的 永远都是在镜子里面找人 你们永远就是在那个小圈圈里面找人啊 所以你过去到现在 你的失言风波不断 但是你却可以平步青云 有的人犯了一个小错 早就被革职了 早就不知道被甩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说你失言风波不断 楊淑君的事件 你骂说这个是民粹 过去你在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 内政委员会删你们行政院行政首长的预算 你在痛批内政委员会说不可取 甚至你还在行政院会说到立法院背询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立委常常会涉局陷害你们 那个是 委员长你觉得我今天的职业有涉局陷害你吗 没有我想我必须说明我跟那天根本没有这样讲 是那个转述的人转述的错误 又是记者转述又是媒体报导的错误 你跟姜宜化有什么不同嘛 所以我说你们都是镜子里面找人 都是一个小镜区里面找人嘛 姜宜化也说他没有讲说他已经做好没有王金平的准备了嘛 如出一策啊 好委员长我现在 我们后来对这个事情内部我们也做了检讨 也做了了解说到底是谁转述这样的话 做了检讨要知道错误要认错啊 委员长如果说你来接这个僑务工作 过去您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你对僑务工作有一定的了解 有一定的熟悉度 刚才有很多委员说您上任没多久就开始 去拜访僑社嘛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中国的国庆十一国庆刚刚过去 请问僑委会有没有掌握 有没有任何的僑社去参加中国的国庆 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的那个僑务工作人员都会 把他们当地所发生的状况做一个报告 你要告诉我 有没有人去参加中国的国庆 我现在还没有整个全盘的资料还没有全盘回来 那我想等到全盘资料回来 我会跟委员做个报告 下个礼拜我就可以跟您做报告 因为这个礼拜他们把这个礼拜的工作 做一个回报的时候 我下个礼拜我就跟你做报告 看不看报纸 看不看新闻的 你看嘛 你知不知道 十月二号 就有一则新闻 过去的勤马大将 也是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艺人 叫做白嘉丽 他到北京 去参加中国的十一国庆活动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 你看新闻也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是跟你侨务工作有息息相关的 我抱歉真的我没有看到这则新闻 白嘉丽小姐 她其实不是什么政治人物 照理讲她也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注意 应该这样讲所以你没注意到 但是 白嘉丽女士 她过去是挺马大将 她曾经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在台湾的机场 大比这样子 让大家知道她的投票 倾向是投给谁 她也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 这个国庆晚会 回来献唱 结果 今年很特殊的 白嘉丽去参加了中国的国庆 委员长你听了心里有何感想 我确实不知道白嘉丽小姐去参加 那个十一的他们的那个庆典 但是我想 那你现在知道了以后 你觉得你心里有何感想 在乔务工作的时候 我也曾经去过她家访问过她 至于她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确实不了解 不过我觉得还蛮遗憾的 你觉得她是不是因为对于 对马失望 是不是 我想 每一个人 她做一件事情 都有她每一个人 自己的一个原因 跟她的一个考量 那我现在不便对她的考量 做任何的采采 委员长 我看到白嘉丽去参加中国国庆 我在对照您今天的报告书 第三页 最后两行 你写说 现在呢 中国 因为呢 在强力宣导所谓的中国梦 运用相情公式拉拢海外僑胞 再加上两岸关系的和缓 使得传统僑社产生认同的难题 我突然觉得 这个就是你讲的 这个就是你讲的 他们产生了认同的难题呀 过去的 琴马大将 过去每一年 回来参加我们双十国庆的 现在 率先去参加中国的十一国庆 那您当一个乔委会委员长 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乔社 已经开始产生了认同的难题 请问这个认同的难题是什么 我刚才也做了报告 就是说 它中国崛起之后呢 它的经济实力 跟它的人力 以及它这个用乡情的这个 这个 他们用乡情 以及用经济的因素呢 在影响我们的乔社 确实使我们的乔社的 一些传统乔社 受到松动 那这个是确实是有的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 就是刚刚詹恩凯臣委员 也特别跟你点到 洛杉矶的中华会馆 马上要进行改选了 有可能会是 比较倾向中国的那一方 获胜 你们有什么因应之道吗 面对中国一波又一波的 这种 所谓故乡情的公式 请问你 有没有什么因应之道 我想我们 对于这个 这些传统乔社 我们是一再的坚持的 最重点是在说 我们用这个理念来说服他们 因为我们要比钱或是比人 我们是 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来做一个竞争 但是对理念部分呢 我觉得 你要用哪一种理念 你的马英九一方面一直在请忠 你告诉我 你要跟乔社讲 你要用哪一个理念 你告诉乔社的理念也是 往中国靠拢哦 没有 我们讲的是自由民主人权 我们就一再的跟他强调 还有国务署 你要谈的是自由民主人权 那我再更进一步请教你 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侨胞回来 侨胞一定会跟您请教到 现在的九月政争 马王之争 请问你怎么跟他解释 你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 你怎么跟他解释现在的 马王之争 如何证明台湾是一个 有自由有民主有人权的国家 我想在一个没有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 这样的政争根本不可能发生 所以你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是很容易 不是 是一定会发生这样的政争吗 不是 不一定一定会发生 你有看过美国有这样的政争吗 你有看过美国的总统 直接下令去砍杀他们的国会议长吗 我想在一个极权社会 我想在一个极权社会 你想清楚再回答 这样的政争在民主社会国家是常态吗 是一定会有的吗 不可能是常态 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 怎么可能是常态 因为我觉得说 我刚刚的重点是在于说 假如是一个极权社会 一个威权社会的话 这样的政争 连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 我的重点在这边 是因为我们自由民主 我们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状况是不是对 或是说是不是一个常态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还发生这样的事啊 这个台湾的自由民主也算是可悲 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 委员长我想再更进一步请教您 四海同心联欢大会 是每一年双十国庆都会举办的 今年的马英九会不会参加 应该会 王金平会不会参加 王院长还没有跟我们确认说 江一华会不会参加 院长也都会参加 都会参加 我请教你一个 我请教你一个 比较基本的问题 假如今年的四海同心联欢大会 有人去跟马英九呛下 因为现在马英九走到哪里 被呛到哪里 那请问你们怎么做 我想我们平常心待直 我们做好我们的安全维护 我们做好安全维护 这不是平常心 因为马英九去到哪里 就会巨马 蛇龙 甚至那个捕鸽 捕鸽网都会出现 如果四海同心大会那天 马英九去参加的话 是不是小巨蛋周围 都会充斥的巨马 充斥的蛇龙 充斥的捕鸽网 会不会 我相信不会 你相信不会啊 我们的侨胞基本上 他对一个国家的庆典 国家的体制 还是都很尊重的 现在我们不是说 侨胞会去给他丢鸡蛋啊 如果是一般的民众呢 我想一般民众 你们团团没有做好 这个维安工作吗 没有跟国安局去研究这个维安工作吗 外围的维安工作 这就不属于我们 乔尔会的服务管的范围 那个是由地方的警察机关 所要负责范 那不在我们的负责范 我想请你去了解 到底我们有多少侨社 有去参加过十一国庆典 我这一点我一定会去 好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再跟召集委员发言